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aster Shang Shang makes new rectification as below. Why practice reaches a higher state of mind? The realization of equality of the phenomenon and the ultimate reality is in oneness with no difference. The ultimate reality therefore means this to manifest the unification and will no longer be attached. 以下共享语录感谢函 第一 匡正事间 肤浅事意 这句圣玄语录在坊间常见以下 因为事意肤浅导致误解与误用 危害甚深 一 如若无心就不能修任何法 这种双浅其非的用法 危害最深 因为它只取心的一端 导致不良后果重重 二 如若没有一切心 修法有何用 上意则指称 连修法都不得 本则错解则指称 即便修了也没用 三 如若没有一切心 为什么需要修法 这一则指向没有修法的必要 中而观之 以上三种错解的主因 肤浅事意 常见仿间学佛人 因为畏惧甚深意理 因而择取善巧方便的肤浅意 殊不知 肤浅意 常因未能直击 意理之要害 因而误导重重 圣玄借本文之意语 希望唤醒 共同杜绝肤浅事意之甚深为害 第二 若无一切心 何修一切法 正解 圣玄语录今句 若无一切心 何修一切法 无以底彰显必尽空 四种超越的要义如下 一 超越一 宇宙万象虽然表象是有 然其本源是空 因此在这一层次就得学习体悟超越空有的二元对立 方不至于沉沦在现象界的风情万种之中 例如 心语法在现象界都是有 修行因体悟在有之背后 两者来自同一本源空性 学习超越空有的二元对立 二 超越二 终极本质是空性如如不动的寂灭 学习集中火力正是空性的特性 就是如如不动 就是寂灭 三 超越三 终极本质 现象界彼此无二无别 此时彰显究竟一如 oneness的终极平等性 就是一如 就是空性 四 超越四 终极本质 现象界的圆满合一 unification的关系 在宇宙原初 终极本质与现象界是密切相应的合一关系 换句话说 就是自他一如 生死一如 动静一如 染静一如 等二元对立的合一终极平等关系 中而观之 若无一切心 何修一切法 正是必尽空四超越的代言 以下共享经典原理 菩萨清凉月 由于必尽空 花言金云 菩萨清凉月 由于必尽空 经典教导 必尽空乃空之极致 诸佛如来的法身 犹如天上明月 映现出必尽空的真理 当众生阿拉耶什里的业障禁除之后 宛若明月无然的菩提 自然彰显超越现象界之有 终极本质之空 同步视现空有一如的终极平等性 终至回归 现象界与终极本质在宇宙原初密切相应的合一关系 宗论 肤浅意 圣生意 现象有别 终极不恶 清净的肤浅意 虽然危害圣生 但度化初期 无往不利 然而 随着修行境界之提升 不应停住现象界的肤浅意 逐步迈入终极本质的谈奥 是每一位行者的必修功课 终至原正菩提 现象界与终极本质的圆满合一 则是行者的终极修行目标 终而观之 针对肤浅意与圣生意 行者应该学习动场 在现象界的示意迥意 然而 回归至终极本质 二者仍然是无恶无别地呈现 一如终极平等性 这才是终极圆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